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遊史的話需要居家檢疫14天 还要签入境健康声明卡 还有检疫通知书 对对对我们7号就回去了 所以也不用到隔离到14天 对没有没有 他看到14天内不能再出国 他们就等于不进台 直接要再回去 从黄山机场也关 萧山机场也停飞 很多飞机都回不来台湾 整个检疫座业下来 大约得花一小时的时间 许多民众其实大多是影响到工作 也有人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就直接不入境台湾飞回广州 相较于湖北而言 广州连海一带是更靠近台湾了 因此受影响的民众就更多了